Hello 大家好 距離五一黃金週假期還有10天左右 內地港澳油產品已經全線上架 據了解,廣東各大旅行社反映 五一假期的港澳酒店價格基本回復至疫情前的水平 假期前三天的酒店價格高企 第四日起才回落 而港澳聯線油亦正式回歸 旅行社人士表示 今年五一假期廣東國大旅行社的港澳油產品 涵蓋團隊油、自由行、酒店和樂園門票、單行服務預訂等 對於兩天或以上的港澳油先路而言 酒店價格影響價格變化的核心因素 特首早前提及酒店貴,團費便貴 根據目前價格的走勢 港澳油前三晚 即4月29至5月1日 酒店價格維持最高位 在假期第四晚即5月2日起才回落 而五一黃金周期間 香港酒店的預訂價格普遍1500至2000人民幣 和4月平日週末價格相比 升了六成至1.7倍 相當厲害 澳門方面 五一酒店價格普遍3000人民幣以上 而且高峰出現在4月3日和5月1日 和4月平均週末價格相比 帳幅比較平緩 最高升幅兩成至五成之間 為何呢? 因為澳門旅遊市場持續回暖 酒店價格一早已水漲船高 所以五一假期升幅較香港較少 香港閒日沒有人去 都很舊遊一晚 五一升到1000多元 便升超過一倍 澳門一向都升了 所以五一反圍升得少 為了降低五一假期 酒店價格上漲影響 旅行者要提前包銷 港澳部分酒店資源 並整合相關團隊油 和自由行套餐產品 性價比較單項服務 預訂更高 今年五一假期是內地居民 赴香港和澳門團隊油 恢復的首個小場家 港澳聯線團隊油 線路三年後正式回歸 看看有多旺 好,這集就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數片尾,截圖而為慢 多謝你們一路以來的支持